从获自由的艾莎离开法院的时候面露笑容 她形容自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感到惊讶和高兴 她的代表律师认为 检方至少对艾莎的谋杀指控 是因为精具不足 印尼猪马来西亚大使说 很快会送艾莎返回雅加达 印尼外交部就指艾莎莎获释在印尼持续向大马做大量游说的结果 不论在两国总统、副总统、外长或其他部门的每次双边会议上都提出有关问题 北韩领袖金正恩、同父义母的哥哥金正南 前年在马来西亚机场被毒杀的案件 艾莎和另一名女被告 越南籍家段士亨星期一出庭 原定进入被告自变阶段 马来西亚检方突然宣布撤销对艾莎的谋杀指控 没有解释原因 法官接纳建议宣布艾莎当庭释放 被扣留两年的艾莎激动落泪和段士亨拥抱 法庭同时暂缓对段士亨的审讯 段士亨说对事件发展感到震惊 他的代表律师认为只是释放艾莎不公平 要求检方撤销对段士亨的指控 法庭星期四再开庭预料检方将回复段士亨的要求 金正南2017年2月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被人以VX神经毒劑杀害 当局其后拘捕艾莎和段士亨 去年裁定他们谋杀罪表证成立 两人一直否认控罪 申请当时以为是参与电视台的恶作剧节目 案中另有四名相信来自北韩的男人被控 他们在案发后当日离开马来西亚 目前仍然被通缉 香港电台记者何俊杰报道